哈哈哈哈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醋飯沒有什麼酸味 它沒有酸度 它基本上跟白飯很像 但是我覺得這個醋飯最大的敗逼 這個部分是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也覺得最失敗的地方 它在這個醋飯上面放了 那個海苔撒料 我們吃海鮮丼最重要是什麼 吃到海鮮本身的鮮味甜味 但它撒上這一層之後 海苔粉完美摧毀了所有鮭魚汁 該帶來的獎豆 這是沙嗎 哇 小胖你挖到飽啦 喔唷 是什麼 咬咬咬咬咬咬咬 如果是胡椒那些 它一定會有它本身的味道 調味的味道 但是它那個就是 就是那種去海灘跌倒 它的醋飯味道很濃 就是很淡 對我來說也不是說到 會不能接受 但我不會去第二次 日前知名實況直播主 Toys與網紅超哥爆發衝突 超哥因不滿Toys批評店內醋飯不好吃 發生口角後 超哥直接將Toys打到頭破血流 事件發生後 許多網紅都去開箱 超哥的動飯 昨日Youtube頻道 網千響2000 外帶超哥的海鮮 試吃醋飯發表感想 就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心得吧 我剛剛看那邊的人超多 我們拿號碼嗎 我拿了喔 你覺得它醋飯是真的會難吃到 等一下吃吃看啊 沒有 那我們等一下做好一個約定 如果醋飯真的難吃 真的要講難吃 我覺得好像會有幾個黑衣人在外面拍話 你想想看喔 第二個在那裡被打的人 你絕對會受到大家的同情 那裡 對 你這邊有的都給我們來 對 那如果最好IG有的話更好 謝謝 不客氣 這個厲害了 這個食材還不錯喔 小天下 小天下 這個是鮭魚軟 鮭魚 這邊鮭魚是綠色的喔 蠻特別的喔 蠻特別的 還都有人想說 絡繹不絕啊 絡繹不絕 他現在還在排 好了是不是 哎呀太棒了 好啦開吃了 來了來了 這個湯 他直接來一個醋飯 唉唷 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對食物的包容是很大 看得出來 他的醋飯味道很 就是很淡 對我來說也不是說到 會不能接受 但我 不會去第二次 不會去第二次 什麼問題 沒有到不好吃 但是就是 也沒有到很好吃 真的沒有必要 蔥花鮪魚丼 蔥花鮪魚丼 他說是鮪魚泥 但是他其實是鮪魚碎塊 對 這一家店讓我有滿滿的 台式的日式料理店的感覺 來囉 醋飯喔 來囉 我好像懂你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 一言男性的感覺 就沒有到很 嚇一跳 就日料店的那種感覺 所以 他比較像那種台式 感覺也沒有到 那麼誇張 欸我跟你講 也沒有說到那麼浮誇 來不然 我覺得你還是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醋飯沒有什麼 酸味 他沒有酸度 他基本上跟白飯很像 但是我覺得這個醋飯最大的敗筆 這個部分是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也覺得最失敗的地方 來 他在這個醋飯上面放了 那個海苔 灑料 我們吃海鮮丼最重要的是什麼 吃到海鮮本身的鮮味甜味 但他灑上這一層之後 海苔粉完美的摧毀了所有鮭魚汁 該帶來的享受 吃下去 海苔粉 這是沙嗎 哇 小胖你挖到飽啊 不知道你喝喝看啊 好我試一次啊 喔唷 是什麼 咬我看 如果是胡椒那些 他一定會有 他本身的味道 調味的味道 但他那個就是 吃那種去海灘跌倒 所以不是胡椒 就是在海灘跌倒的感覺 可能在海灘跌倒 該做的基本功他都有做 這些魚料啊什麼之類 我覺得他成本已經不會太低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排列組合做的對不對 他選擇的這種料理方式 大家就不接受 所以才是 口味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哈密瓜有一種哈味 OK 可以吧 好 喜歡喝湯裡面加枸杞的 那就歡迎 就是你們可以多來吃 對 附近沒有別的日本料理店 然後真的 很想要吃 有一天就是經過 會不會買 也許會買 也許會買 但是 絕對不會是說專程去吃 絕對不會專程去吃 大概就這樣 這些人 各位 有請 他們 可以嗎 有請